第九題 第九題 已經知道 y 等於四分一 括弧 x 減六 他們有一個 函數的關係 好了,對應下列角 x 值求 y 值 即是 x 值 例如 a 已經知道 x 是 2 那 y 是多少呢? 這類題目 其實是代數字去計 這類題目 已經知道 x 是 2 好了,那你做了括弧 2 減 6 是 負 4 負 4 乘 4 分 1 即是負 1 那就做完了 又或者 x 是 4 的時候 y 是多少呢? 那就做回 y 的對應值 好 y 就是 4 分 1 4 減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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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負 2 然後 乘 4 分 1 然後 乘 4 分 1 那我們就算到呢 即是負 2 分 1 這個就是第九題 第十一題呢 我們知道的士的車資 叫 C C 是車費 就等於一條公式計出來的 就是 7.5 括弧 D 減 2 加 20 這個 D 就是行車距離 好了,那現在知道呢 現在知道呢 行車距離是 12.8 換句話呢 D 是知道的 D 是 12.8 好,那然後呢 就問要車資是多少 其實就是代數字 7.5 D 原來知道是 12.8 好,那然後按計算機 代數字進去 那我們就知道呢 是 1801 那如果這條是文字題呢 就是 1801 原了 2 3 5 6 5 7